我平时都没温度是吧 不 平常都在电视上看着你 摸不到 今天还摸到了 有存款十余万 嗯 对 有车一辆 对 二十三岁有车 有存款十余万 还不错啊 我对杨海凤这个选手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 我会觉得他的气质也很优雅 而且他一点点都不触场 还能够跟主持人这种谈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恕我直言啊 你上面写的二十三岁 但看你脸上的沧桑像三十二岁 岁月留下了痕迹 你是不是吃苦了 从小开始吃苦吃到现在了 所以看起来比较苦 我这上面写的你的家庭状况比较特殊 对 其实他们两个相差的年龄比较大 这个刚开始小的时候不能理解 不同意 后来大了 也觉得就这样吧 大多少 二十二岁 父母是处于离异的状态 对 小学到初中期间一直都是爸爸带我 高中到大学期间一直都是妈妈带我 那所以说这上面写 你从小就开始能够自立生活 对 因为小的时候妈妈不在嘛 然后小的时候就放学以后就开始在家做饭 七岁就会做饭了 咋哭了呢 没哭 哭了 没有 我都看见了 往事不堪回首啊 大学期间都忙着什么呢 从大一开始我就做兼职 别的人可能七点钟起床 我每天早晨就是五点四十就会起床 起床去卖早饭 那个时候刚开始挣的也并不是很多嘛 一个小时都是小时工 一个小时十块 为什么要让自己过得那么苦呢 并不苦 还好吧 不苦 还好吧 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忙碌嘛 不喜欢让自己闲下来 因为忙碌能够给自己安全感 累了想想光头强 饿了想想灰太郎 你的思想没有意思啊 其实从你刚才所有的描述可见啊 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其实能够经历苦难 能够吃苦 同时还保有一种善良的人 你刚才一上来 你就说我有车啊 我有钱 其实按道理来说 不像一个求职者在介绍自己的时候 应该介绍的一些个人情况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是缺乏安全感 对 其实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比较外向的人嘛 但是在我私下 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嘛 我其实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就是私下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 那你今天来面试什么工作呢 你这种性格 培训讲师类 助理类和营销类都可以 培训讲师 之前有从事过那个演讲口才培训 现在在做这个工考培训 面试讲师 别的不考虑是吧 如果有一个人 很好的人带我的话 助理类也可以 因为我现在是 什么助理啊 业务助理还是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如果你想做助理的话 你想做谁的助理啊 我觉得五八同城段总 段总的助理 还有优胜教育的 为什么要做段东的助理啊 因为段总年龄比较大 我有阅历啊 我怎么感觉你选择 段东做你的老板 跟当年你母亲选择一个 比自己大二大学的男人 有点关系 对 想歪了 陈老师你想歪了 我没有这方面 我真不是想歪了 其实这是一种情节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没有 有的时候这种情节会 潜移莫患 潜意识的 我觉得陈老师 并不是说 你要找这个段总 当这个对 就是你人生的配偶对象 而是说你潜意识里边 有一种喜欢年龄更大 他就是说你有练父练母情人 对对对 小杨我其实想问 你说选BOSS的时候 想给他当助理的时候 你是以什么标准来选这个BOSS 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一个职业定位 另一方面是学习的一个内容 你要求薪水多少 八千加 有还不低 我说底薪哦 是的 八千 对 有低于限制吗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不要在北京 来第一轮选择 学后来 好 还有十一战争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我还想回到这个薪酬上来说 就是小姑娘 你今年刚刚毕业 对吧 现在大学是一个省重点大学 它并不是全国重点大学 你给大家讲一讲 你开出八千块钱这个工资 实际在这个市场上 你是略高了33%的 为什么定这样一个薪酬 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包括我以往的经历 那么现在都是一步一步 现在都是往上走的 那么包括我之前 在成为一名讲师之前 那么先做的是这个演讲口才培训嘛 为什么我的业绩能成为第一呢 就是因为我愿意去 把人家不愿意待见的那些客户 去与他们去训练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训练吧 今天正好啊 我们就把这个12个boss团的成员 都当做是口才特别差的人 所以你现在呢 就是通过一个会销现场 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来参加一个培训 我看你会销的感觉怎么样 如何 好 那么一个人从一岁开始压压学语 一直讲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 甚至是临终之前 那么其实讲话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 但是好像并没有人去教会过我们如何去讲话 如何去与人沟通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就会去发现 当我们没有好的沟通能力 没有好的交流能力的时候 那我们的销售 或者是我们与人的沟通 甚至是我们与亲人与朋友之间的交流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些阻碍 不可能啊 我们从你开始学说话的话 父母就告诉我们要怎么说话 出门演好事啊什么的 这难道不就是培训吗 还需要做专业的培训吗 其实是这样给您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现在从事的是一个销售行业 那我通过两句不同的话 我不想从事销售行业啊 谁说我毕业以后 我是央凯大学毕业的 我做财务的 对我做法律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做法律的话 这个就更需要去学一些 演讲口才方面的一些技巧 你现在已经在犯错误了 现在开场那太像演讲了 领袖的角度是什么 如果你面对了12个大学生 为什么要锻炼口才 你马上要应对什么东西啊 面试 学习在面试观察抗压力面谈的技术 对不对 对我现在其实还没讲到 童马老师已经把我要讲的话给讲完了 你是一个有那么多经验的一个 会校的一个演讲师 你不要怕他们捣乱 他们越捣一次乱 越体现你的能力 律师当然需要口才了 律师不需要口才 怎么去进行变空 在会校过程中任何人打断你 你都可以说 你要接住他的话 马上就说 对你的问题非常好 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 参加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有这一项 你得把你的主题讲完 不然你就老实断点 而且你针对一个人回答 只是他的问题 其他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 对你回答我的问题 其实按照我的逻辑走了 容易把你的演讲带偏 其实 当时说12个老板就是学员 而这块确实角色没有一定的转换 当时确实是比较紧张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关于所营销的这个内容 也是之前所不熟悉的 刚才会校的水平是挺一般的 可是你们要注意一个数据 它如果一个暑假能招一千个学生 你这个用户获取很厉害 你从哪搞了这么多学生来参加你的课程 讲讲这个东西吧 是这样的 我们是培训机构 跟学校是以合作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招生 那么我们招生的对象是大一的新生 这个关键点 这个渠道是你谈的 进校这个渠道是你谈的吗 进校的渠道不是我谈的 他是这样 是学校的培训 他就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会校的执行者对吧 对 那刘慧普说那就不成立 你觉得到底是因为你讲得好 他们报名的还是说这个正是个刚需 这个肯定是跟讲师 这是刚需 其实老板对我们招生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偏差 他可能认为是在这个招生过程当中 每个人去了以后 这个学员都是一个刚需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需求 跟客户的需求其实是一样的 也需要你去讲给他 他到底需要什么 我是带着非常大的好奇 也特别认真的听这个女孩子 去讲述她挣钱的经历 但最后听到后面 可能跟我想中还是有点点不一样 我会觉得他最好的 他这里头做的比较好的 其实是整合了这个资源 也就是把这个流量的路口抓好 找好了 我替你说句话 因为我认为你这个环节才是最重要的 客户资源或许虽然很简单 但是讲师可以有很多个 这200个人里面的七八十个 是你说服来上这个课的 这就是价值 对 这就是我说服的 所以这就是你应该值8000的原因所在 你那一批讲师里面的转化率 是不是都有这么高 对 是我的 是最高的 你是最高 第二名跟你相差多少 一场的话我能讲 我能报名的能有70个 别人可能30个都不一定到 就是到你的一半都不到 对 那你认为为什么到你的一半都不到 你的能 对 一方面是因为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会去分析这个东西 对他以后有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客户的一个需求 第二就是因为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会去给他讲到我们后期老师对他的服务 会给他做到的一些保证 那么第三就是包括我的一些 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些学生跟学生之间口碑相传 其实当时我解释了一大堆 但是我感觉当时确实没有反应过来 跟我预先设想的也是不一样的 看到现在我前面没有问问题 就是我的确觉得你从上台以后的临场反应能力 共情能力以及你的情商都还不错 但是我到现在我其实觉得看下来 你更像是一个包装好的自己 他可能真的到达我们的企业以后 不是一个稳定性很强的员工 因为他对于物质的需求 可能会较其他的人来讲更强烈 那你到底是在金钱和安稳上 你选择了哪个呢 可能是我的一些过往经历 从大学里面做各种兼职等等 可能给老板一种扭曲的感觉 就是我可能就是奔着钱来的 他质疑的这个问题啊 你要不要面对 不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 因为我认为金钱是每个人都渴望的 这不跟回答了一样吗 对金钱的渴望和对于企业的忠诚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两回事 只要这个企业能够给它带来长足的动力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七盏钢 给你的这个角色助理这个打败 汉农体育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HR专员偏培训方向 58感激这边给你的岗位是58速运 渠道部门的渠道经理 可以给你的岗位是大客户交流经理 我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培训总监的助理 另外一个如果你想挣更多更快的钱 那你可以去到我们的任何一个城市 做储备的营销的经理 我们提供的岗位有两块 一个是我们培训部的类型师 第二个是我们的商业讲师 斯凯勒给你的是一个加盟拓展的一个岗位 一个女生靠自己 有了十万的存款 有了一辆车 这么独立自强多好 而且她在前半段那个 我看她流眼泪了我就没说 她还资助她那哥呢 你想想看 家里面父母离异 父亲基本上是管儿子 不太管他 然后呢 儿子也不怎么争气 但她呢 你说她企图心强 她不企图心强能怎样 她只能靠自己 是吧 当一个女人能够靠自己 企图用一些物质 或者是工作上的成绩 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一点考量上 她的企图心 不应该跟企业的忠诚感 把它搅和在一起 好 来 别哭了 起闪灯 你们也叫五站 留下两站 北京是吧 陈冲 烟太行吗 多想要 灭断东啊 我这头一次选的时候 我捡着 是因为她问我地方 来 抓紧时间 谢谢陈冲 有请定胜斌 断东 谈钱 不上感情 8000 9000 都已经达到了你的预期了 价格没有问题吧 还是你准备 给这两个老男人 再谈谈价 主要是 主要是段总这边工作地点 是自己可以选吗 是 可以选 负责一个区域 未来会负责若干个城市 工资可以在家吗 段总 工资是起薪 底薪 有奖金 底薪 有奖金 你想加多少 有奖金 这是有个加号 那我就说 你想加多少 有加号就可以了 不 待会儿还有 待会儿还有人会 可以复活抢人的 你可以给个价格标准 你想加多少 没关系 各位老板觉得 想给多少都可以 多多益善什么 对 想的美 把另外十盏灯亮就来 有没有价格 超过于9000 一万 有没有收过一万的 把另外就这 好 出了个土豪 为什么要加到一万 其实对我们来讲 几千块钱倒不是什么事 其实我倒是想 借这个亮灯的机会 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意向企业是我 对吧 然后这个 你又是干教育培训的 最后把我给灭了 没太懂 所以这时候 李初林的话 其实我倒有点想了 你未来是 因为钱会选择 脑子一蒙就乱想 因为当时 刚才钱包生活这边 给的它是一个 培训讲师嘛 我给的就不是了吗 其实因为 其实第一方面 这边是讲师 另一方面 刚才去 然后其实我又想了一下 这个五八赶集 我的问题 我刚才说 我们的培训总监 都是大企业出来的 培训总监 你恰恰是 过去是靠自身能力 你需要学习 需要有自己的套路 对吧 所以其实连充电 做总监助理 你难道没机会讲课吗 让他选吧 你是否愿意让陈浩 代替他们两当中的某一位 稍等稍等 思考十秒 你先思考十秒 见到钱你就疯了你 你的答案是 代替钱包生活 为什么 但因为陈总这边的话 跟着总监 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能直接上来做 这个钱包生活的 一个讲师 学到的可能 是这样的 就钱包生活 我们公司非常年轻 互联网是创造的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请你黯然离场 有请陈浩荣要登场 好好考虑一下啊 镇定一下啊 镇定一下 别懵了 考虑一下 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五八速运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五八速运 经过今天面试 确实也发现 自己有很多的欠缺 比方说自己的学习的内容 还确实是非常少